哥哥 不能动 不动 小心 咋样了 这是 妈 没事 你别紧张 真的没事 婶儿 你就放心吧 这当时这脚上是穿着鞋呢 没什么大碍 这就是脚踝它落在外头呢 它烫伤比较严重 但是医生已经处理过了 说是啊 住院再观察两天 要是没什么感染的话 那就可以出院了 那 那你们后天不是要结婚吗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把婚期往后延迟几天吧 推什么推 别瞎说 小夕啊 你说说你结个婚 咋就这么难呢 妈 你看你说的 这不就是烫伤了脚吗 又不是瘸了 真要想结婚的话 坐着轮椅都能接 是吧 对 小夕说得对 怎么了 疼得不行了 那 那我赶紧去叫医生去 回来 逗你的 早都不疼了 人家医生说了 再打了两天的香烟院 就能出院了 你呀 我真是的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回去上班 我在医院待得都快憋死了 单位咋样 忙不忙 这单位现在可忙了 那都忙成一锅粥了 那大家呀那都是 盼星星 盼月亮的 就等着你回去 组织大局呢 行啊 你老好 还知道开玩笑死人了 行了 你呀 你就好好听话 在这儿安心地养病 这地球啊 那离了谁都能转 谁啊 开心 喂 开姐 爸爸 你下班没 咋还没回来呢 我都等你急死了 好 我马上就回来了 去吧 我一个大人还能待不住 行 开心呀 也只要两天就出院了 那我先过去了 嗯 别把小姐搅啊 这么多东西 你说你都买车了 这黎娜她也不说去接你一趟 人家忙正事呢吧 啥正事啊 给我生孙子呢 才叫正事呢 一个女人家 这天天在外边跑 你说这 你看看你们家 这跟猪窝似的 还得我给你们收拾 真是 妈 小夕结婚热闹我 咋样啊 还结啥婚呢 她人都在院里躺着呢 啥 好 来 我来 齐学哥 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刚刚到的 听说我去住院了 就赶紧过来看看你 好 那建宾呢 小姐 怎么让你一个人 小嘉宜特意给你买的 核桃酥 来 尝尝 爸爸 你吃 你吃吧 妈妈 你也吃 来 来 咱们俩做个比赛 看着吃得快好不好 爸爸 你很坑人了 你嘴那么大 我根本比不过你 那你快快养病 等你长大了 嘴就像爸爸一样大了 对不对 你别动别动 我来 我来 你伺候我伺候了三年 你就让我伺候你一回 疼吗 疼吗 有点儿 笑啥 接下来该我问你那些话了 啥话呀 小夕 你渴不渴 想不想吃点什么 要不然我拿点书给你念念 我不渴不冷也不饿 我呀更不想听七里香 就好好测试 我听丽娜说 这回你们要回来发展了 深圳那边市场已经饱和了 二的水太深 在那边不管再怎么努力 其实也掀不起这么大浪了 回来挺好的 咱们家乡呀 就是一块没有开发的沃土 像你们这种有能力的人 回来好好发挥发挥自己的才干 加上国家好的政策 早晚有一天 能把家乡建设得跟深圳一样好 到时候呀 估计还有好多事要麻烦你的 好呀 只要能让老百姓 有切实的好处 我们镇上一定鼎力支持 好了 咱不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 你跟建彬 就为个孩子 就要一直这么耗下去吗 看着人家三个人那么温馨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这有啥不舒服的 我现在不生好见兵的气 不是因为我不爱他 是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我 我心里也只有他 那我还生啥气 你可真够大肚子 小夕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们离婚以后 我一心想你幸福 我要是知道你后来过得 这么辛苦的话 我当初 小夕 依娜 娜 秦璇 你怎么在这儿 什么时候回来的 对不起 我都没敢去见你 没受我气吧 没有没有 你不是办正事吗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终于有点头绪了 这不来让小夕帮忙吗 帮忙 帮啥忙呀 没没 不在乎这一会儿 先让小夕把伤养好 知道了 就你一个人心情小夕 我呀马上就能出院了 这这么快没有了 你们等会儿我叫护士去 对 赶紧去叫 花好香呀 喜欢吗 喜欢 找我啥事 没事 等你出院再开 不着急 小夕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好复镇长 跟那孩子一家了 听说那孩子 这也太精神了 不是 真是他占有家的 那你还由他那么过来 你该不会那烂好心 又发作了 想把他让给那母子俩吧 这咋可能啊 好见兵又不是个东西 感情的事咋让 我们就是怕伤害孩子 那我就放心啊 嗯 吃点水果吧 我给你们帮一个吧 累死我了 秦璇啊 那董事长说那地儿吧 特别远 原来那个乡都不在了 搬到另外一个镇上去了 那派出所前几年还着了火 资料全可烧没了 我现在只能挨家安护地去打听 我腿都走肿了 辛苦你了啊 来 我给你安安 只要能帮到董事长就行 能帮到董事长吧 他就能帮咱们东山再起 这大推个得报警了啊 你说 你已经打听出头绪了 听你老人说 这家人二十多年前就搬走了 你猜搬哪儿了 搬哪儿了 柳树镇 瞧吧 小夕不是在那镇镇府工作 那么多年吗 到时候找他帮忙 你打听 全出来了 那这是太好了 不行 我饿了 我做点吃的去 身上的事怎么样了 对了 那俩老人怎么处理的 我把咱俩之前住的房子 给他们住了 替他们付了一年房租 另外我还帮他们 请了个律师 帮他们打官司 希望能把他们 赔的钱给找回来 也行 反正这事啊我也有责任 要是我当初 审核得严一点 也不至于这样 行了 吃一件涨一致嘛 全当我们交学费了 不过娜娜 我希望有一件事 你能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那个房东 真拿不出钱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 要拿自己的钱 赔偿两个老人家 凭什么啊 你给人交了房租 请了律师 凭什么这钱 还得我们出啊 这两个老人 为了买新房 把之前那个房子都卖了 如果拿不到钱的话 他们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咱俩要是赔了钱 走投无路的人是我们 咱俩不是还年轻吗 这年轻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一点一点 挣回来的 咱俩现在公司也没了 来钱的门路也没了 这家里就算有个金山 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 我知道你心善 你看不得人家吃苦 我看人家我心里也心疼 但是你也得为咱们 你以后的日子想想啊 以后用钱的地方 还多着呢 我并没有说现在 一定要赔这个钱 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 算了 我们不聊这个了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想办法办 苦了谁也不会苦了你的 我是怕自己吃苦吗 updates 最 cent的事 比如说怎么 Alrighty 我妈去接小福星了 你坐 我给你倒杯水去 别忙活了 你这腿也不利索 坐吧 我今天来啊 是有事想找你帮忙 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尽管开口 是这样的 我跟金学在深圳的时候 遇到一位贵人 他呢年轻的时候 在我们这儿插过队 你说的是赵董事长吧 对对 就是他 他现在在找一位 失散的故人 他插队那个地儿吧 我也去了 当地老人说这家人 二十多年前搬到柳树镇来了 那我想着你不是 在这镇上工作那么多年吗 跟底下各个村 肯定也都熟悉 所以我想找你帮我打听打听 没问题 他要找的人叫啥名字 叫王岚 今年大概五十来岁吧 他还有一个儿子 叫赵晓杨 大概也就三十岁 信息如果这么准确的话 很快就能找着 明天我上班了 就去给他查 明天就上班啊 你这也不休息休息 建兵呢 开心这孩子呀 今天出院 非闹着要他去接 他去医院了 小夕 有句话吧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咱俩毕竟同事一场 我还是多嘴提醒你去 我觉得你应该 多仿着点那女的 你说的是开心妈妈 对啊 我真不相信一个小孩 他能翻出多大的了 真的 没准都那女的窜呢 不可能 玲玲姐不是那样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要我说吧 你还是赶紧把这婚结了吧 要不然夜长梦多 没准后面又出点 什么别的事呢 爸 你啥时候来的呀 小夕回来了 回来了 哦 不是 咋了吧 还有事啊 你就知道哦啊 你说我怎么就演了 这么一个呆孩子呢 你要再不上心的话 小夕就被别人拐跑了 爸 你瞎说啥呢 你知道我今天带着小夕 去清兵庄碰见谁了 碰见谁了 杨清学 她要租地做生意 遇到些麻烦 小夕把这事就揽过来了 要帮她 杨清学租地 她做啥生意啊 这是重点吗 她俩的关系不一般 不是 那小夕帮她呀 那是小夕出于好心 她们做过三年的夫妻 你知道啊 我知道 就算她们做了十年的夫妻 那小夕现在对她 那也不会有别的意思啊 小夕可以没有 架不住杨清学有啊 当年都知道 杨清学离婚是为了那个丽娜 这都离了几年了 怎么还没接呢 孩子啊 男人啊 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小夕可以没有那个意思 你得防着杨清学呀 小夕是个心大的孩子 当年嫁给她是为了报恩 你嫁不如这次又上她的当吗 行了 行了 爸 你先回去吧 我这儿还有好多工资要做呢 什么意思 你要撵我走啊 爸 这是镇政府 你儿子现在又是领导 那你要是 不怕影响我工作 那你就在这儿待着 不听老人的言 吃亏在眼前 行了 爸 赶紧先回去吧 路上慢点啊 去 给 这就是合同 小娃嫂子 你现在还想不想把地租给清学哥 如果不想的话 我跟他说一声 这合同就作废了 想想想 咋能不想呢嘛 不过 美母得给我再加一千块钱 要不我可不干啊 那这合同还是作废了吧 小夕 你这干啥吗你 塞花嫂子 清学哥要租那么多的地 如果美母地都加一千块钱的话 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不如劝他趁早死了心 干点别的事吧 他那么有钱 在深圳又发了大财 给我们大伙加个千二八百的 咋可能加不起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 人家赚的也是辛苦钱 他跟我说了 他那边的生意啊 出现了问题 亏了不少钱呢 不过这租地啊 是你请我愿的事 如果你不愿意谈不拢的话 那索性就算了 清学哥也说了 乡里相亲的 没必要闹到法院去 回头啊 你把订金退给他就行了 不加了 不加了 不加了还不行吗 真的 真的 你跟清学都离婚了 还这么想着他 我不是向着他 我是向着大家 你以为我傻呀 塞花嫂子 你是想做一锤子买卖 还是想做长久生意 这一锤子买卖 就是你今年收的租金是高了 清学哥的成本也就大了 但是这生意不成 明年他就不租了 你也就没钱赚了 可是这长久的生意呢 就是你们两个多有利可赚 明年他还租你的地 你选哪一样 那我当然要选长期的了 我塞花嫂子就是个聪明人 我反正说不过你 你说啥就是啥 不过呀 我就是信任你 你就是再向着清学 你也不会可可我们的 那当然了 我还想着跟他说说 到时候清学哥 种地肯定要雇人 让他雇你去 这样你可以学学技术 以后啊育苗赚钱 自己就能种了 那就太感谢你了 太好了 那行 你先忙着 下回再聊 我呀再去劝劝别人 我不忙 我跟你一块儿去 走 妈妈 一会儿带我去游乐场玩 选择木马好不好 好啊 来 先把衣服穿上 好的 嫂子 你也多穿点 这外头可冷了 叔 你们这要是干啥去啊 你们这事 爷爷 爸爸和妈妈们 要带我去游乐场玩 要不一起去 爸 咱一块儿去吧 对呀 一起去吧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行 那我先出去一趟 烤蜂蜜水 别忘了 知道了 咋了 爸 小夕干啥去了你知道吧 他回村去帮杨清雪 招了租地的事啊 你干啥不跟他在一块儿呢 开心在家呢 我得陪开心啊 你看你说你 你今天是个木槿 你这脑袋瓜子 就跟木头做得一样 你知道不知道 小夕处理完租地的事 估计啊 要预约杨清雪见面 效率这么高啊 这真是小夕出马 啥事都能办成 你说你这孩子 这不是急死了 学压都能上去 你 你现在赶快去找小夕 跟她一起去 去见杨清雪 爸 那小夕跟清雪 真的啥事都没有啊 你别挣钱想东想西的 行行行 你爱咋你咋 将来媳妇没了你别哭